大家好,我是一南天 欢迎来到一博士风水智慧讲堂 我们又见面了 首先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一老师是一南天人们地理风水研究院院长 同时也是陕西省周一研究会的特聘教授 今天一老师为大家带来一个八字命理的案例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全照 丁卯年 扎成月 刚需日 纸卯时 大运是 鬼卯 人影 辛丑 庚子 子亥 物须 顶友 和秉辛 这个八字呢 庚金 生日 沉月 沉月俗土 生庚金 为之得令 庚金座下呢 是虚土 虚土生生 天干呢 又透出了 吉土 所以这个八字 一主不落 是个身强之命 庚金 是矿石之金 最喜欢 最喜欢丁火提炼 有丁火呢 会贵气 擦好呢 年干 丁火 透出 但是呢 这个丁火 没有紧爱着庚金 中间 隔了一个字 所以呢 克制庚金的力量 稍微弱了一些 地支 尘须相冲 尘须相冲 相互使得土的力量 张强 土多金买 最喜欢有木 来疏土了 年之 见了卯木 石之 也见卯木 但是呢 年之 陈卯 相川 两个打架 玉之呢 石 玉之和石之 卯须有何 被盼住了 岳干 甲木 财星透出 但是 又给这个 石干 挤土和鹿 所以呢 木的力量 虽然多 但是呢 大大的削弱了 难以克土 同时呢 八字缺水 四周呢 没有水 水为石伤 木为财星 没有了 石伤的生财 财星就缺了原神 所以 木财星虽然多 但是呢 很虚弱 故而呢 财星无力 用神呢 是水 和木 有水 可以来生木 从而呢 木星有力 能够松土 进而呢 丢火 炼金 实现 他的人生 价值 祭神呢 是土 和金 上面呢 再来进一步分析 石神六青 和大运走势 精彩 还在后头 我们再来看啊 月之和石之 尘虚相冲 尘 虚 相冲 冲刻的力量 太大 代表整个命局呢 有点 动荡不安 命局呢 缺水 无法洗木 洗金 生木 命局的层次呢 相对比较频繁了 如果大运 建木呢 能够有一番作为 反之 大运 建了 土金 那么 阻碍 就会很大 很难顺利 我们再来看呢 月祝呢 代表父母 同时呢 也代表兄弟姐妹 由于冲刻的力量太大 兄弟之间并不和睦 矛盾也比较多 所以呢 最好不要一起去做事情 保持适当的距离呢 反而更好 一旦呢 走得太近 容易声口舌是非 甚至呢 关线 闹到不可收集的地步 年 柱 玉柱 石柱 君灵空王 多柱灵空 空王 那么呢 一生都会比较孤独 年柱灵空 代表早年 代表早年 缺乏父爱和母爱 祖上无靠 从大运上来讲呢 早年走的是 鬼华 鬼华 而人影大运 均为水木大运 虽然呢 早年父母离散 当时呢 自己也没吃什么苦 在长辈的照顾之时呢 吃饱 穿暖 比较顺利的长大成人 这都是因为 早年行运不错的缘故 因为呢 水木都是你的喜用神 就这一点来讲啊 你是非常幸运的 八字中呢 财星不少 但是呢 很弱 年之 卯木财星 时之 卯木财星 刚才讲了 被尘土 穿客伤害 又被 一只 虚土合路 盼住 越干的 杂木 又给 实干的 集土 合路 所以呢 你的财运 虽然有 但是呢 求财的过程呢 非常的辛苦 而且呢 财量啊 也不大 由于没有 食伤 而生财 财星 没有了 活水源头 经常呢 还会出现 断流的现象 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走的是 心丑大运 心经 透出 刻 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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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支 虚土 愁土 也增加了 成虚土的力量 使得财星啊 更加的受损 所以呢 这十年的求财啊 非常的辛苦 事与 事业 财运 家庭 均不理想 三十八岁 到四十八岁走的是庚子大运 天干 庚金为祭 地支 子水 是 用神 是喜用神 可以去生这个毛木 但是呢 子毛相行 出现了三行 行呢 是一种 行法 压力 同时呢 也是一种 动力 这十年了 只要勤奋 肯干 也能得到 不少的财富 四十八岁到五十八岁呢 走的是 几亥大运 亥和卯 相合 声望了财星 这十年相对来讲呢 最稳定的阶段了 财运呢 也比较的顺利 家庭 事业 都在 向好的方向发展 过了五十八岁呢 走的是 勿须大运 丁柳大运 和秉深大运 这三个大运 都是土金大运 并非好运 所以呢 中晚年的运程不佳 不过呢 生活辛苦一点 反而是好事 可以省去很多的灾难 婚姻感情方面呢 由于财星衰落 没有元神 财星代表妻子 妻财 妻子的身体呢 不太好 玉叶相冲 冲的是夫妻公 夫妻关系 矛盾较大 吵闹呢 也比较多 而且呢 你是 奎刚义出生 这个 刚需义 就是奎刚星 奎刚星的特点呢 性格敏感 易怒 有点孤僻 有时候还会继续烦恼 比较刚愧自入 所以 你这个八字呢 应该多注意 夫妻关系 矛盾呢 肯定是很多的 要努力去化解这些矛盾 不要放纵矛盾 越严越烈 对于孩子的问题呢 对于男性来讲啊 欺丧 代表儿子 你的原局中呢 没有七杀 十一柱呢 又临空亡 所以 所以